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陈友坚 在香港出生长大 既然旅行和工作从没有离开过节礼 我的生活节奏十年余一 追求有尽量的生活 平凡绝不简单 早下我会去我喜欢的餐厅小做一会 生活方方面面都是我创业灵感的来源 看见的、听见的、摸到的都有所领悟 生命中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无论是遭音还是避言 过程中会不时碰出异常不断的火花 去年我开启的Space S7 是我分享艺术、设计与创业的空间 虽然工作也会经常有朋友来聚会、聊聊天 很多想法在这种状态下会寄言地产生 我很享受这种分享的乐趣 广告公众号 我会享受一个人的时光 逛逛香港的小街 去逛逛独立设计师的品牌店 我会享受一个人的时光 逛逛香港的小街 去逛逛独立设计师的品牌店 去逛逛独立设计师的品牌店 静与动 慢与快 多与小 彩色与黑白 一年之间一身之差 成造生命经营的种种 晚上回到家 是我最放松的时刻 翻看拍照的照片 好好整理思路和灵感 偶然混一下主观的角度 体会社会一切的美好 在我一直拍摄线条时 突然间产生了一种新的概念 延伸角度 一线之间 这不单是线和影像作品 也是我对社会的理解和态度 只能使用到的胶片素材 是用索尼黑壳相机在京都拍摄的 我与不同的直视性 割了出对比反差 春梭液其中 从各种角度体验 异性之间 情形出的瞬间视角变化 京都美在它很低调 不佛化 很淳朴 这跟苏尼简约不凡的DNA很吻合 苏尼电视机对我来说 已经不是一台电视机那么简单 它已经成为我装机艺术的一部分 苏尼电视 敲拨世界的线条 跟展览空间完美的融为一体 每人按分明的世界 心里生动情形在眼前 充分着内涵的同时 还保持了最真实的一面 一线之间 截言不涂 一线之间 截言不涂 SONY 感谢观看